馬利烏波爾市議會 表示其疏散的計劃將於週日中午持續到晚上9點 前一天的停火協議破裂 烏俄雙方都指責對方破壞停火 警方還報告聲稱俄羅斯在哈爾科夫東北部的地區 進行了炮擊和凶襲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週日表示 俄羅斯正在準備轟炸另一個南部的城市奧德薩 聯合國表示 歐洲面臨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難民危機 烏克蘭難民總數將達到150萬 基庫再次呼籲西方在打擊俄羅斯經濟的現有努力之外 加強制裁並要求提供更多飛機在內的武器 以幫助擊退俄軍 俄羅斯國防部週日公布了 據聲稱是俄羅斯在基庫附近部隊的視頻 但並未說明影片的制錄時間 當日還提供了過去一天被擊落的烏克蘭飛機的詳細信息 其中包括6架攻擊的無人機 根據發言人科納辛科夫少將聲稱 8架烏克蘭戰鬥機和2架軍用直升機被擊落 其中大部分都是在首都基庫方圓100英里的範圍之內 此外科納辛科夫說 基庫和尼維夫之間大約中間的一個軍用機場 在一次導彈襲擊中癱瘓 俄羅斯武裝部隊在烏克蘭的東南部推進了11公里 但他並未有披露俄羅斯損失的數據 俄烏兩國新一輪的談判預計將於下週一舉行 試圖調停胡柯衝突的以色列總理 納夫塔利·貝奈特在週日3月6日表示 雖然調停前景並不樂觀 但他感覺到有道義要這樣做 貝奈特週六前往莫斯科與普京長時間會晤 他在週末還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進行了三次的電話交談 歐洲外交負責人何塞浦、博雷利 在西班牙的《世界報》上 懇請中國在可能解決烏克蘭衝突的過程中 發揮調解的作用 他說現在已經是別無損殺 與此同時 根據一份中國的中共官方聲明 中共的外交部長王毅星期六 在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電話交談中 呼籲俄國和俄羅斯進行直接談判 與此同時 美國的信用卡 WISA和萬事達卡週六3月5日表示 他們將暫停在俄羅斯的業務 然後 在俄羅斯的業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